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时期从家族乐器这种所谓的合奏乐器开始 一直到巴洛克时期 他跟其他乐器 比如说弦乐啦 小题大题 或是其他管乐的一起的合作 他可以说是站在室内乐里面 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 巴哈虽然没有单独为直笛来写所谓的奏鸣曲 不过呢在他的清唱剧里面 他会用到直笛这个乐器 不过在古典时期之后 因为他就消失于音乐舞台上了 非常可惜 然后大概在1900年之前 世界上开始去把这样子的古乐器 再次的制造出来 并且来去找很多文献来探访 说他到底怎么样的演奏 应该可以说在1950年之后 直笛就逐步的恢复到所谓的学院里面了 台湾其实有直笛的学位也有20年的时间了 要特别附带一提的就是台湾的直笛合奏 我们不能说是现在新创的一种乐种 可是我们应该要讲说因为现在技术上面的一个精进 让直笛乐器的一个音域以及吹奏的音量都可以更容易展现出来 复兴以后就被音乐教育的学者们发现他有一些特点 比如说他非常容易发出声音 因此大量用在教育的现场 所谓的高音直笛 也就是现在台湾小朋友吹的那种高音直笛 当做大家音乐课来演奏乐器 那其实我们也会演奏高音直笛 但是我们的高音直笛是木头制的 我们的表演里面看到我拿的那个高音直笛 它其实不是属于我们现在学生用的那种 复兴巴洛克式的直笛 我用的是属于文艺复兴式的笛子 它的整个结构不一样 所以它的音色上面也会不一样 欢迎大家1月20到台中歌迪乐小剧场 来欣赏我们新竹直笛合奏团的音乐会 直笛新浪潮